手机用久了变卡这件事 之前我们出过专题的视频 手机硬件从你买到手的那一刻 性能其实就相对固定了 不断改变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软件了 手机长时间使用之后 很容易出现碎片化的问题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听到过 大量的文件碎片 会让手机读取信息变得不连贯 就容易出现卡顿的情况 刚发布的Reno10系列 就搭载了Oppo和华克大冯丹教授团队 合作研发的换新存储技术 Oppo表示这个技术可以解决文件碎片化 避免运用约卡 巧了吗这不是 我们都在武汉 咱马上去华克 去年发布Reno9的时候 我们就探访过Oppo的流畅实验室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了解到 Oppo会在下一代Reno10上用上新的技术 让手机流畅更进一步 这就是换新存储技术 如期明这个技术的核心 就是和软件的存储技术相关的 而华克大冯丹教授团队的实验室 就叫信息存储及应用实验室 相关研究始于1974年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这里可能是国内研究 存储技术最专业的地方 我们这个实验室 主要是做存储方面的研究 拥有信息存储系统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以及数据存储系统与技术 教育部工程中心 这样两块牌子 也是武汉光电部 在研究中心的 光电信息存储研究部 重点都关注在信息存储 这个方面 馆长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欢心存储技术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理解成为 针对手机的存储 做一些这种数据压缩 以及碎片管理的技术 还有这种存储加速的技术 在这个欢心存储技术研发过程中 您有没有碰到过 什么相应的技术难点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要反碎片化 碎片整理实际上是有开销的 它是会对这场的 这个响应也会有影响的 那么你频繁地 做这个碎片的整理的时候 用户的体验又差了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最合适的时机 并且对哪些文件做碎片整理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用大数据 结合AI的技术 也就是找到容易出现碎片 同时又是经常访问的 就是我们叫做热点的访问的这种文件 让它进行这种去碎片化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抓特征的能力 现在是非常强的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时候不该干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后续和OPOL 比如说Color S这边 它还会开展什么样类型的合作 现在也正在谈了 后期就是基于这种散存的 这种生命周期的这种管理 未来也会将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说云兵单协同 怎么样更好的 为手机提供存储的解决方案 以及还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说GNS的这样的这种新型的 这种存储的管理模式 来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的存储的管理的这种效能 等等 简单举例 把存储空间想象成一个书柜 这手机文件就是书 而随着使用一些书会被扔掉 这位置就空了出来 如果新来的书比之前的后 就得分券拆成好几本 放在不同的位置 这差不多就是文件碎片化 你看书越久 被分拆的书就越多 你后面想看分券的书 就得一本一本找 被拆分的书越多 找的时间就越多 这步骤多了系统的反应就越慢了 所以就得碎片化整理 分券拿出来单独放到一起 但把书挪来挪去 这个动作也是要耗费力气的 需要占用系统性能 太多的碎片化整理 反而会让系统变累变卡 什么时候做碎片整理 对哪些文件整理 这就是技术难点 这个换新存储 就是结合了大数据和AI技术 根据习惯构建模型 在碎片整理和系统流畅之间 找到那个平衡点 同时还会针对存储空间进行调整 给后的书前后腾出空间 方便之后取用 减少出现碎片的概率 当然了 这只是换新存储技术的一小部分细节 咱们回到采访 余光你好 小白你好 你声音非常有磁性 其实我非常好奇 这OPPO一开始 是如何想到换新存储这些技术的 首先我们是通过大数据的买点 然后发现线上有一些用户的手机 然后它的存储出现了老化 这样的话对它的部分的应用场景 有可能会有性的影响 针对这样的问题 行业内一般的解决方案是 对它们的整个存储上的文件 做全量的反碎片整理 但是过度的碎片整理 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文件系统的空间可能会出现碎片化 然后会影响后续的写入性能 其次在碎片整理过程中 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写入 这些大量的写入 会使得存储期间的寿命缩短 需要我们在系统当中去识别到 哪些文件有可能出现的碎片化 然后哪些文件的碎片化的读取 可能会影响用户的体验 两年前欧波测情高校 然后和高校团队成立联合实验室 我们就联系到了文老师的团队 然后由此我们展开了 在反碎片项目上的一个合作 神秘机房 这个地方非常冷 这个是我们这次项目方案的设计 齐博士 你好 让他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主要是我们的硬件的开发平台 去把那个手机的代码做测试 然后就是用这些服务器做代码的编译 这些空调就是为了给他降温的 这个太冷了 而且这个声音大家给听一下 刚才我看了一下特意吓到了负一楼 是吧 这也是基于这个噪音和这个温度方面的考量 大概有多少台服务器来服务你这个项目 差不多十台左右吧 我们参与编译的应该是大约有64个物理盒吧 现在是有这四台 四台带有GPU的这个变形计算方块 来做这个数据的精炼 小白这是我们的换性填出技术 已经ready好的两台机器 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我可 我等的就是这个环节赶紧 第一个 这个确实要快一点 这个信息其实还更多一些 好像是到关键的 这个确实要快一点点 连广告这个都快一点 这个还带着保密壳 一会儿我带大家看不带保密壳 OK 机器总算到我们工作室了 开箱环节这次我们就省略了 这次的ProPlus一共有三款颜色 我们手里的是紫色 官方名字叫木光紫 金色是这次它的主打 官方名字叫燦烂金 它的这个玻璃的底纹是 有点做了淡淡的AZ的工艺处理 我个人觉得尤其横向滑动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一点丝绸的那种感觉 镜头模组这个设计 估计很多小伙伴提前都已经看到爆料了 它这次也是做了一个椭圆形的跑道设计 上面是两颗镜头 然后下方是一个长焦 这次全系还都配了长焦镜头 机身也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 然后顶部也有专门装饰的亚克力条 屏幕呢 这个曲率其实还不算小 6.7英寸1.5K的一块120Hz的屏幕 它的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400L 而且它也配置了像Find X6那一样的Pro XDR 也就是你在相册里边 看你拍摄的这些HDR照片的时候 会有更高的动态范围显示 就比如像这种灯光或太阳 亮度就会顶起来 更还原你当时的那个观感 厚度方面是8.28mm 但是由于它两侧全部都做了收弧处理 而且这精致感确实做的还挺不错的 194g也没过200 总体手感上 我让那部摸了一圈 尤其是工作室的几个小姐姐 都觉得还是挺精致的 影像配置 一套非常成熟的sensor 我们这Apple Plus 它的主设计是5000万的MX890 下方这个三倍长焦是OV64B 也有Maliana X芯片的加持 前置呢 这次全系统一 3200万的MX709 我们来看实拍 白电环境下 OPPO是三者中颜色和光影 调的比较平衡的这么一个风格 这组临时货架 Vivo有些颜色接近一出了 苹果锐化感 老生常谈了 显得这照片很有数码感 在拍摄毛绒玩具时 OPPO的锐化调教也是相对自然的 iPhone这种场景说了几次 比较灾难 蓝场还是一贯的曝光拉高的这种风格 看起来比较亮丽 OPPO这边相对来说 光影感就比较明显一些 长焦OV64B 6400万清晰度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其他两家是主摄才接 不加锐化清晰度就不太行 但是加了锐化有的时候显得比较脏 长焦的前后景虚化 带来的纵深感是天然优势 人像拍摄上 OPPO对于皮肤质感的处理 也是比较自然的 Vivo这边的主摄也有两倍裁切 磨皮感稍微感觉有一点点重 根据当天版本的样张 无论是肤色还是各种玩偶的颜色还原上 OPPO这台调的是比较偏自然相的 相对来说Vivo这边偏浓郁一点 不过可能是平时三倍用的比较少 胶段使用起来感觉很容易怼脸 与被收入的距离上你要注意好 效果还OK 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两倍按钮 应该会更方便 夜景环境下OPPO当前版本 白平衡容易偏黄 并且在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会变成主摄裁切 清晰度再会有所下降 如果光线成组 长焦的成像色彩还不错 清晰度也够 在拍摄明暗对比较高的场景时 处理的也OK 苹果有些暗的地方就看不清了 亮的就有点过曝 这次整体的成像风格 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改变比较多的是 成片没有那么重的数码感了 人像也比较自然 得于长焦优势 在人文拍摄中 有更多的构图选择 当前版本下 夜景是需要改善的 性能配置上 这次它搭载的是 3.0GHz的小龙8PLUS 4700毫升电池 100W的充电 要注意它是没有无线充电的 我们数据库 收起 这个月泳皮刚好做了8家的调校横屏 我们就抽几台对比 但是要注意对比的这几个 都是偏性能调校向的 Reno主打轻包拍照 首先流途 OFOR110万家 在整个8家中也排行偏上 Gabange 6 单核1688 多核4308 比满血版肯定要稍低一点 是3.0的正常水平 3DMark环节 11144 不过当前版本稳定性 只有60.1% 考虑到轻薄紧缩设计 在散热上会吃一些亏 王者120高清 帧率自然是跑满的 121.1 波动也只有0.6 功耗4W 机身最高温度42.9 略高于其他几台一度多 高负载原生表现 OFOR平行帧率54.2 功耗5.9W 机身最高温度超过45 46.6 对比偏游戏调校的手机 在数据上是有所差距的 实际体验上面还行 没有什么明显的卡顿感 在第11分钟左右开始 帧率会有所下降 但是它呈现的是一个 缓慢坡度的下降趋势 并不是跳跃式的 对于轻薄向的机型 这种策略还OK 降低功耗 降低发热 尽可能的保证体验的持续性 续航方面 4700毫安时双内心 小白思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剩余55% 数据库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5G网络下 1小时王者消耗了23% 5G1小时原神没有跑完 最后4小时57分钟关机 充电方面 100瓦长寿版快充 5分钟冲到27% 10分钟冲到49% 前台显示100% 耗时28分钟 不过可能由于是前期版本女 根据我们的监测 到最后一直有2-3瓦的捐流充电 最后完全充满了 耗时43分钟 数据库考验综合调教的 20万应用两轮打开测试 这台机器总共耗时105秒 测试的后半段 会有动画加快的情况 三个游戏也有预加载 其他配置方面 比如红Y、NFC、听懂式的双热器 这些该有的东西也都有 它也配置了AXEL的振动马达 不过 你要注意 这台机器植位置也是比较靠下的 性能方面 我们测下来 感觉OPPO还是比较偏向于设计优先的 这也是Reno一以贯之的 它的策略是尽可能保证持续的性能释放 就比如说游戏环节 它是有一个缓慢降震这样的动作的 这台机器肯定还是更加强调拍照和轻薄的 如果你非要跟游戏向的手机拼性能释放 那它肯定就不是你的菜了 在保证轻薄拍照的大前提下 目前的这个调度策略上面 我们税库的小伙伴觉得还是OK 好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 我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更新到了 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 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更多人精彩 全好搜索观众小白测评 播放任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